天气越来越热,容易口干舌燥的朋友 这道甜品您收好 雪梨切成小块,放入锅中 加菊花、枸杞、甘草 500克清水煮出茶香味 捞出料渣,加30克白凉粉搅匀煮开 到处放凉凝固后捣碎 加入牛奶,清凉爽口的菊花雪梨冻撞奶 喜欢就做给家人喝吧 三分钟就能搞定一道凉拌土豆丝 清脆爽口,酸辣好吃 首先土豆切头发丝一样的细条 放进清水里洗去淀粉 水开放土豆丝,粥水一分钟捞出 再锅下200开,加散泥,小米辣 香菜,一袋麻香凉拌制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 这样做的凉拌土豆丝三辣脆爽又解腻 你也收藏试试吧 月老子从小告诉我 秋天要多给老婆吃红豆 准备红豆提前泡发 倒入锅中,加半碗白西米 一定要加滚烫的开水 煮30分钟再焖20分钟 最后加红糖和牛奶搅拌搅拌 营养丰富,比奶茶好喝百倍 我最近不是在控糖控油吗 所以每天晚上都会喝这个素食海藻汤 这个真的特别方便 开水一冲就行了 只需一分钟 一碗鲜香美味的裙带汤就做好了 它这个脱水技术营养还特别丰富 里边有裙带菜 胡萝卜和枸杞 就这一大碗 够我喝的饱饱的 煮饭时加土豆,玉米,各种蔬菜粒 还有腊肠 一袋焖饭酱汁 少许食用油 适量清水 口盖正常煮饭即可 这样做的懒人焖饭好吃又健康 我家一个星期都不用炒菜了 三块的花甲 四块的橙子 五块的大虾 放葱姜料酒去新增香 烫熟后捞出过冰水 就能使海鲜更加的鲜甜爽脆 再放蒜末 葱花 青红椒 香菜 调味只需一包海鲜捞汁 它可不是普通的捞汁 做各种海鲜凉拌菜都非常的好吃 这个夏天要是来上一份麻辣鲜香 好吃的停不下来 夏天的餐桌上一定少不了这道捞汁海鲜拼 麻辣鲜香 越吃越想吃 海边捡来的各种小海鲜冷水下锅 放葱姜料酒 煮熟后捞出 放冰水里 这一步能使海鲜更加的爽脆 然后加蒜末 春花 青红椒 调味只需一包这个海鲜捞汁 它可不是普通的捞汁 凉拌各种海鲜都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首先准备一个杯子 素用咖啡粉 一勺白凉粉 加入刚烧开的烫度 搅拌一下 冷藏半小时 加入纯凝奶 捣碎一下 好喝的咖啡冻创奶就做好了 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学会这个早餐薄饼 西红柿 一把葱花 三个鸡蛋 好吃的关键是这包煎饼粉 其他盐调料都不用了 锅刷薄油 倒入面糊 煎至定型翻面 简单快捷 松软又好吃 牛肉切薄一点的片子 加葱姜 一个蛋清 生粉 一勺生抽 一勺食用油抓匀上浆 牙切用开水烫一下 串成串串 六成油热下锅变色后迅速捞出 葱姜蒜炒出香味 下牛肉 好吃的关键是这个自然烧烤料 翻拌均匀即可 牙切牛肉做好 老婆今晚的追剧零食就是它了 两个鸡蛋 一盒酸奶 一勺糖 两勺淀粉 搅拌均匀 模具刷油 倒入面糊 撒葡萄干 盖保鲜膜扎孔 水开上锅蒸30分钟 好吃的酸奶蛋糕完成 香甜绵软 鲜嫩可口 孩子吃了还想吃 最近真的太喜欢这种蔬菜沙拉了 做起来简单方便 最主要的是口感特别清爽 苦菊和黄瓜切成段 再加一点可以生食的蔬菜 水煮蛋和鸡胸肉 最后淋上这个酒店 都在用的沙拉汁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 每一口都有满足感 吃上一大碗也没有负担 很多人喜欢喝外面的珍珠奶茶 却不知道怎么做 今天教你一款超级简单版 糖和茶叶一起炒 炒到焦黄冒泡倒入开水 纯牛奶 奶茶就做好了 锅里放红糖 拌碗西米 一定要加滚烫的开水 煮30分钟焖10分钟 红糖珍珠就做好了 放入杯中 加入刚刚做好的奶茶就可以喝了 超级好喝 饭店的开黄瓜为什么这么好吃呢 你是不是很好奇都放了哪些调料 黄瓜拍扁切断 另外还可以烫一点腐竹 全部放入一个大碗里 接下来所有的调味料 我都打在屏幕上 这个配方还可以拌各种凉拌菜 最后就是凉拌菜必不可少的油泼辣子 来上一点特别香 全部抓拌均匀就可以了 非常的香辣脆爽 美味口食来上一盘 特别开胃下饭 一到夏天 我就经常做这道和香齿之鸡 清香味美 切好的鸡块加一勺面粉 适量清水 这样可以很好地清理掉血水和杂质 再用清水清洗干净 加香菇丁 姜丝 一带这个调好味道的齿汁王酱 抓匀入味 最后淋一圈花生油腌制半小时 一片刚摘的荷叶 放入腌好的鸡块 像这样收紧 盖上蒸笼 大火蒸半小时 出锅瞬间满屋飘香 这样做的鸡肉鲜嫩 入味还带着荷叶的清香 你也试试吧 一到夏天 很多人就喜欢去外面吃酸汤肉片 其实自己在家做呢 一点也不难的 鲤鸡肉让老板切成大大的薄片 加盐 生抽 胡椒粉 生粉 葱姜水 加盐腌制十分钟 这是肉质滑嫩的关键 油热下将蒜辣椒炒出香味 再加入一碗清水 调味就用这种熬制好的酸汤料 其他调味都不用放 煮开后放入喜欢吃的蔬菜 烫熟捞出垫在碗底 然后下肉片轻轻滑动 煮个一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我敢保证这样的烤红薯 你绝对没吃过 香甜拉丝 红薯切成片 上锅蒸熟 加白糖 纯牛奶碾压成你 放烤盘抹平 撒上一层芝士碎 烤箱180度烤十分钟就行了 这样做的芝士烤红薯小朋友都赞不绝口 女人每周这样喝 四十岁也不嫌老 红枣 百合 莲子 花生 桂圆 糯米 银耳 加适量漂亮水 小火熬煮六十分钟 一个星期喝两次面膜全扔了 自己不会搭配的 可以选这款七日粥 粥粥有营养 孩子想吃烤试 家里没有烤箱的 像我这样做 鸡翅加葱姜 料酒去腥 一勺生抽 来两勺奥尔良腌料 抓匀腌制十分钟 锅中油热下锅煎 小火慢煎 煎至完全熟透就可以开吃了 在家也能做好吃的烧仙草 不用煮 加开水搅一搅就能做 50克烧鲜草粉500毫升滚汤的开水 搅拌至完全融化 冰箱冷藏一下就凝固了 再用小刀划成小块 放入自己喜欢的芋圆 水果 最后倒上冰牛奶或者椰奶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做起来吧 家里有小孩子的 一定要学会这个卤肉饭 不但做法简单 而且特别好吃 砂锅倒入超水的五花肉 小鸡蛋 香菇 洋葱 姜片干辣椒 放一包这个调制好的卤肉汁 加入长江水 把肉炖到软烂为止 越是软烂越不腻也越好吃 这样做的卤肉饭软烂入味 酱香黏油 赶快给你的宝宝做起来吧 碗里打三个鸡蛋 一勺糖 少许温牛奶 搅拌化开 加适量自发面粉 搅拌均匀无需发酵 饭碗刷油 放入面糊 摆上红枣 饧发30分钟 再上汽蒸30分钟 好吃的鸡蛋牛奶发高就做好了 蓬松轩软 给孩子当早餐还特别营养 喜欢的可以收藏起来 这是我全家都喜欢吃的素菜 一周吃10次都不腻 三天下饭 首先树上摘的西葫芦去腥 再切成大大的小块 加盐砂出水分 然后加水清洗干净 再挤干备用 两毛钱的肉末炒出油脂 酱香辣椒爆香 调味只要一袋一项肉丝料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 它还可以炒一项鸡蛋 一项肉丝都非常的好吃 倒入西葫芦大火翻炒一分钟即可